在三国演义当中,曹操献刀失败自个儿跑了。 王允没有办法,只能在家中是长居短叹。 他的一女,也就是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,为了帮助义父铲除奸佞,甘愿献身。 王允为了在吕布和董卓之间埋下一颗仇恨的种子,先请吕布到家里吃饭,貂蝉露面一个眼神拿下吕布。 接着王允说,这是自己的义女,既然将军喜欢,就把她许配给将军吧。 吕布一听,自个儿真的可以把这个大美女娶回家? 高兴坏了,急忙跪地磕头,冲着王允喊,悦夫,接着回家高高兴兴的准备洞房花烛夜。 可他哪里想到,王允竟然背着他,又请董卓来家里喝酒,故意让貂蝉出现。 在哥在物之下,董卓自然也被轻松拿下,老家伙当即表示,要带美人回府享用。 王允是闭口不提貂蝉吕布的事。 吕布听说后,自然得讨个说法,这时王允还演戏呢,他说,将军不要着急,董卓是您的父亲,他只是想给您的婚姻大事把把关。 吕布也真是好骗呐,他竟然真相信了,智商捉急的吕布最后等来的不是完毕归照的美人,而是义父和未婚妻睡在一起的消息。 这对吕布来说简直是欺齿大路,而更难挨的事情还在后面。 貂蝉竟然在所有能和吕布见面的场合时对他表示委屈,于是俩人相约凤怡婷。 貂蝉见到吕布直接就扑了过来,声位俱下的控诉董卓的不是,娇声问道,将军勇猛无双,何时能救奴家脱离苦海? 吕布大男子主义爆棚啊,今生不得与你为夫妻,非干世英雄也。 正当俩人食指相扣行不轨之事时,董卓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园中啊,看到这一幕,暴怒的董卓直接把手里的枪戟扔向吕布,想把吕布直接戳死,但是准头不够,吕布直接跑了。 而貂蝉一翻脸哭诉啊,说吕布趁着太师不在就想强迫他,这段就是著名的凤怡婷,也叫做梳庄至己。 后头的故事大家伙都熟,小说里交代,肥胖的董卓被刺倒在地还几乎,我儿凤奸何在? 殊不知去他性命的正吃吕布,吕布毫不犹豫一挤直刺起烟口,而站在一旁的将领李肃,更是手起刀落咔嚓,就砍下了董卓的头颅。 值得一说的是,跟小说写的一样,董卓确实是被吕布和王允联手杀掉的,但吕布杀掉董卓的原因,却跟貂蝉是绝对一点关系都没有,因为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蝉,根本就不曾存在过。 我们翻阅了很多资料,你像正史后汉书等一大批的史书,有记录吕布与董卓的事情,而貂蝉完完全全找不到,只是说吕布先杀了钱义父之后,与新爹董卓狼狈为奸,但这个关系处得并不怎么好。 后来这个吕布色胆包天,又看上了董卓的贴身婢女,贴身是什么意思懂吗?就是董卓的女人嘛,义子染指了自个儿每天晚上宠庆的女人,这还得了,董卓自然非常恼火,而吕布也非常担心这个爹有一天会秋后算账收拾自个。 这时,细心的王司徒就发现了董卓和吕布有建议,干脆来了一个将计就计,在王允的劝说之下,吕布下定决心要斩杀董卓,所以就挑了一个董卓进攻的时候,在半道上将董卓干掉。 这个故事您听听,就是这么简单,历史上也没有记载这个和吕布有私情的婢女到底叫什么名字,但目前公认她应该是貂蝉的原型。 那么虚构的貂蝉是什么时候走进大众视野,变得名气越来越大呢? 其实这个丰满的人物形象,第一次出现应该是出自元代的讲史画本《三国志评画》中,就类似于评书演绎吧,这本书只是介绍貂蝉姓仁,而罗冠中在写三国演绎的时候直接把任姑娘的故事借鉴过来,并且给她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貂蝉。 实际上貂蝉二字也不是罗冠中想出来的,汉朝有一种宫廷女官就叫貂蝉,主要职责是管理皇宫中的所有帽子和首饰。 值得一提的是,小说《三国演义》当中吕布、白门楼与命后,曾经耗费大量笔墨渲染的貂蝉,竟然一反常态地失踪了。 这引得人们不断地猜想,难道是罗冠中忘了解,或者他是故意给后人留点想象的空间?这可能又是一个未解之谜了。